这位在台上笑得一脸苦涩的外卖小哥 刚刚被在场的老板奉劝接受现实 他想转行做歌手追求音乐梦想 却被老板直接告知你不行 你做不了歌手赶紧接受现实吧 但他十分固执 小哥名叫利瑞峰 来自东北沈阳 读过中专十个音乐 现在在饿了吗 做外卖配送员 他曾因为网上弹奏钢琴曲 梦中的婚礼抱红 对于这么具有励志色彩的事情 现场的老板们还是很给面子 一同夸奖十分膨胀 但等接下来 利瑞峰说到自己的求知意向 大佬们纷纷转变了态度 利瑞峰说自己当过兵 在酒吧住过场 还做过石油工人 也到横店拍过戏 但现在在送外卖 不大的年纪 履历倒是格外的丰富精彩 图里问 那你现在追求音乐梦想 外卖是不是不干了 小哥说那倒是没有 我可以一边送外卖 一边追求梦想 图里说那你来的不对呀 我们这是求知的 不是追梦的呀 小哥喊喊一笑 说我就是喜欢唱歌 没想那么多呀 图里就说怎么 是像视频里那样来一段吗 那段视频怎么出来的呀 小哥说自己送外卖 到医院的时候 看到了钢琴 早就想弹了 但一直没有机会 那天下午四点送过去 发现可以弹 就急性来了一段 没想到会被拍下来 发到网上 更没想到会爆红 自己这么多年 起起落落 经历很复杂 图里问 那你现在的情况 是属于人生阶段中的 上啊还是下呀 小哥坦言 我现在挺幸福的 就是想追求我的音乐梦 图里看看小哥提供的简历 说你这不实现了吗 短视频 爆裹千万播放 做反诈骗 宣传 录制电视节目 还和朗朗 朴树 李雨春 毛不易等音乐名人 都有合作演出 这还不满足 你想怎么成功 小哥说 虽然这些都是事实 可我没觉得自己 有什么流量 图里就问 那你说说 怎么叫有流量 小哥回答 这还不简单 那就是走在大街上 大家都认出我 见解传媒总裁 杜子健 听出小哥的弦外之音 你的意思就是 你之前的流量 没能变现 直接转化成你的利益 毕竟只是追求 被人认出来 不能变成钱的话 那也没什么意义啊 黑洞投资老板杨荣又说 杜老师的说法 其实也比较理想化 现在有流量的人多了 但真正能做到变现的人 料料无几 杜子健问小哥 抖音粉色多少 小哥回答 一千七 杨荣不敢置信 是以万维单位吗 小哥不好意思了 一千七百个 最高播放量的视频 九十万 杜子健 很为其可惜 说你弹钢琴那段视频 我可以帮你剪辑一下 至少两千万 但话题说到这里 早已跑遍 突然迷惑 你的梦想到底是流量 还是音乐啊 小哥联盟表示 那肯定还是音乐 并且用自身的经历表明 确实对音乐爱的神尘 自己曾经和朋友们 到KTV唱歌 自己深情演唱 张学有情歌 却还不如 弟弟一首搞怪的葫芦娃 不服气的自己 亲血苦练 两年后 再把当年的人 交到一起唱歌 这一次全场鼓掌 自己在音乐上的尊严 不能丢 商讯科技老板 马迁就说 明白了 反正你的终极梦想 就是音乐 那你有没有过 哪个时候 让你觉得自己 最接近梦想呢 小哥开始回忆 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我还是石油工人 我们哪合唱上了春晚 然后我就跟主持人说 能不能我单独来两句 然后主持人也很理解我 我单独唱了四句啊 小哥的开心感染了 现场的老板们 但图蕾还记得节目总指 开心不开心 但您今天来 到底想干嘛呢 马迁就说 这不很明显吗 就是想在这里 借助平台展示自己 杨蓉也很直接 他一说到自己 上央视的时候 就很开心 他就是想红啊 小哥说 那确实 我是真的很想红 气氛开始为妙啊 图蕾一句鸡汤 拯救现场 梦想到底是让人痛苦 还是让人快乐呢 试问谁没梦想啊 现场的老板们 都开始追忆青春 怀念自己少年时期的梦想 杜子健说 自己希望可以帮助 广大底层 没学历没背景的人 找到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绽放自己的闪光时刻 那闪光之后呢 闪光之后就是熄灭啊 杜子健老实直白的说法 让大家哈哈大笑 英朗文化赵小叶的梦想 就像每个中二少年那样 希望改变世界 现在觉得改变世界太难了 希望可以改变国人的体质 金山云过来女士说 希望自己可以仗剑走天涯 游遍全世界 换起鸡汤来 谁等比得上在座的老板 竟然轮番发表鸡汤感想 菊仙王王上峰 无不感慨地说 大家少年时期都有梦想 但长大了屈服于现实 还有人在贩卖梦想 比如身负文化的陈不衡 陈不衡也不否认 说想做孙悟空 长大却成了猪八剑 我们也很难受啊 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很艰难也很孤独 但还要忍受很多嘲笑 但能坚持走下去 一步一步实现 这样的成就感 是无以比拟的 正当大家煽情煽得起劲的时候 突来的一句话 把人拉回了现实 肚子剑可说了 闪光一下就熄灭 小哥就说 有梦想很幸福 我能坚持 但兴趣爱好和梦想 可不是一回事 台下的老板们 见过太多年轻人了 看得也比较透彻 小哥说自己已经坚持了17年 他很坚定 自己就是喜欢音乐 从来没有放弃过 突来就说 打住咱不说这个话题了 您今天来干嘛呀 找什么工作 要当歌手吗 别的不考虑 不料小哥表示 肯定之后又补充 其实做策划也行 这况度可是有点大呀 米卡米卡老板周凯元说 追求梦想没什么 但也要得面对现实啊 比如你想当歌手 但我没有歌手的这个岗位啊 你就重新审视自己的梦想 一轮选择过后 留下五家企业 图类让小哥展示一下才艺 小哥当场就说 刚好我自己写过一首歌 现在就来唱一唱 小哥唱得还不错 台下的气氛都被调动起来 王上风还有感而发 现场帮他写一首 外卖小哥的歌词 一曲完毕 全场鼓掌 说到外卖 肚子间又想到 小哥的本职工作 你送外卖 月薪多少 听小哥说四千后 问他 为什么别人八千一万 你就只有四千啊 小哥说 我这不是在追梦吗 我还得抽时间练习乐器 肚子间就帮他分析 其实你比我见过的 很多网红都独特 也应该走红 但你两三年前 没有抓住机会 为什么没有利用起来呢 小哥说 我有自己的原则 我想依靠 我喜欢的方式走红 问小哥三十多岁 在他城市无法立足 要不要回老家 他说自己就要回过老家 但是不甘心又来了 曲先王刘家 并不认同他的看法 职场知道最重要的 就是活下去 太过固执 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大部分人做的都是本专业 很少有人可以依靠 兴趣爱好生存 这么做 大多数是自恋型 和表演型人格 比如你 你刚才写那首歌 很简单 声大调的歌 很容易唱 也很好听 我觉得 调走大路通罗马 你不要固执己见 好不好 正是刘家的这番话 才让小哥说出 开头那番话 表示自己被伤到了 但赵小叶不同意刘家的看法 他不认为小哥是想后 才华正取宠 想被关注被看见的 这是人的基本需求 郭兰说实现梦想没有结晶 不是说你今天站在了这个平台上 说一番煽情励志感言 我们就要为你买单 我们还是会非常现实的批评 提出建议 如果你受不了的话 那说明你也很难实现梦想 现实就是这么苛刻 杨荣说现在全国送外卖的人 大概有700万 1%的人都是硕士 本科也有15%以上 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屈服于现实 但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 梦想就是坚持生活下去的最好动力 最后图磊出来总结 工作就要好好工作 追梦就要好好追梦 但你今天穿着外卖服应聘 这身本就是你自己策划的 直白来说 图磊认为他今天的应聘目的并不单纯 而是有预谋的 有策划的一次自我包装 第二轮选择开始 果然并没有歌手的岗位留给他 而李瑞峰或许是没有找到想要的工作 也可能是被老板们的直白处怒 他没有去哪一家公司 而是选择离开 那么各位觉得 追求梦想和屈服于现实 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个呢